Leo聊世紀 天天動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 Hera對上三位平均一千分的玩家 這場比賽應該是來打到阿拉伯 但是這個名稱應該是他們制定的地圖 當然地圖的本質應該是阿拉伯 先來看一下Hera這次選擇的文明是哥德人 哥德人他的步兵折扣非常偏 但是哥德人的問題 是他前期的步兵沒有辦法當成主力 因為對方只要出弓箭手 基本上就可以壓支住了 而且騎兵也只能出槍兵 基本上沒有什麼主動權 哥德人後期的部隊 步兵是比較強大的 前期的部分可能還是要多靠肉馬 去打出優勢 或是轉攻兵馬攻路線 會比較適合哥德人現在的打法 那麼接下來看一下這邊 以前夾戰隊選擇的是勃勃人 勃勃人在前期的優勢 就只有聰明的移動速度優勢 那風劍時代開始就有10%加速 還不錯 那到了城堡時代 有9%的駱駝優勢 可以去打出自己的比兵優勢 那後期可以轉存駱駝工兵 在團隊的優勢也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前期的弱點 就是這個沒有太多的加成 風劍時代可能是最危險的時候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綠色這邊玩家 是選擇羅馬人 羅馬人特色是點步兵鎧甲石 可以獲得雙倍的效果 點一防會變成兩防 那他的騎兵路線是比較特別的 點一下野戰軍之後 騎士或是百夫長或是軍團兵 就有這個劍道速度的加成 但是這是非常後期的事情 前期的羅馬人還是要靠騎兵做主力會比較適合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土耳其人這邊的特色 土耳其人特色是挖進速度夠快 而且騎兵路馬的部分會自動升級 而且還自帶一點的遠防 這個效果讓他前期騷擾城堂中心的時候 效果非常好 還有壓制對方的弓兵 都只可以靠路馬就可以搞定 那土耳其人是不能升級槍兵跟毛兵的關係 所以還是要多靠自己的黃金兵打出優勢 會更加適合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前期打法 那沒意外的話 HERA對上三位玩家 勝率其實蠻看地圖的 通常這種開放式地圖 HERA的勝率都不會太高 凡是有稍微封閉式或是有海地圖 HERA的勝率才會大幅提升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HERA這邊的配置 直接射死了綠色的羅馬人的馬 這邊已經看到了 然後HERA對他們笑了一下 欸開心 賺了一匹馬 那世界冠軍一打三能不能成功呢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好土耳其人 這邊是肉馬已經過來偵查了 看一下HERA你在搞什麼鬼 啊這邊只有看到一點視野 其實前面的偵查 這個時間點來喔 其實能見度有限喔 但是目前沒有看到對方下軍營 HERA這邊是想要直程喔 24匹 挖石頭 這邊一臉就是我要來挖寶 蓋哥德衛隊壓寶進攻了喔 那現在藍色玩家 欸這位土耳其人 空間時代也很晚上喔 這邊應該是要來打一個直程 上去打土耳其火槍兵 但是他這裡卻沒有挖石頭 那這邊升級是不是出了點問題呢 不太確定 看了他的支援量 怎麼支援有點炸裂啊 要直程相當困難 HERA這邊的支援量 已經準備要來升城堡時代了 這邊賣個200木頭 就可以升級上去 但是羅馬人這邊打得很漂亮 裝甲步兵已經在臉上了 好這邊直接一個關扁掃 漂亮 三隻裝甲步兵直接關起來處理 好 這個兵工場也能解決 完蛋了 羅馬人三隻裝甲直接 被 關緊閉 好只能在這裡砍這個房子 好 那HERA這邊就會相當舒服了 好 升到了城堡時代 那現在呢 這隻肉馬 是怎樣 想要出去 再敲一下 打不已兩隻村民 裝甲步兵又過來一隻 村民再度拿下 但是殘血的村民可能會被拿下 但是HERA不急 把殘血拉走了 好這個房子有點燒起來了 好 那HERA這邊 會要挖到650石頭 要來去插寶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HERA的操作 這邊操作會顯得很重要 好 這裡房子一直修一直修 好 升到城堡時代了嗎 來看一下 還有10秒鐘 石頭成功挖出了一棟 那接下來要往前插 還是把城堡插在家裡 應該會考慮插在這個墓區 或是踢燕利 好 沒有錯 順便解決一下這個裝甲步兵 好 那HERA這邊是一個直層上去 打哥的衛隊 那羅馬人則是瘋狂出裝甲步兵 去拖延HERA的升級 跟蓋這個建築物 欸 結果這一村 殘血拉走 上面的正在砍錢礦地 好 那如果HERA這邊上去的話 如果按哥的衛隊 需要黃金 所以這邊先來開個採礦移地 那接下來 只要轉出哥的衛隊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哥的衛隊先踩一兩隻 出來壓壓金 防守一下裝甲步兵 好那裝甲步兵 這邊是有點下一級的防禦力 所以是雙倍防禦 可以看到這邊是雙防 好 好 哥的衛隊解決掉了一隻槍兵 兩隻村民過來 四隻裝甲 又來過來騷擾 這邊蓋寶村民 但這邊 欸 再來這位藍色玩家 突然七人 有備而來 好 直接補下了木門 哎呀 這個圍法 跟我圍的方式很像啊 我也是喜歡這樣子圍蓋寶村民 那現在四隻裝甲防守住 打一個連動 現在HERA就很難受了 那前期呢 突爾西人打這個突爾西火的香檳 確實是很好的壓制 那HERA的話 要怎麼打呢 先轉修道院 防守這個突爾西火的香檳 確實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好 哥的衛隊 現在趕快去突爾西的家裡 繞一下 但是這裡卻沒有為好 忙著去弄HERA 但是家裡卻有洞 好 HERA這邊直接手撕木門 好像沒有看到上面的洞喔 HERA這邊是一個小小的失誤 正常來說應該會拉步兵喔 直接選取喔 然後直接點對方右鍵家裡 有洞的話就會直接走進去 那HERA這邊是看到木門直接輸出 沒有打算要 沒有 離開的意思 直接拆除 好 直接破門而入了 好 那這邊就沒有黃金可以用 黃金部分有沒有往後挖呢 挖這個TC 補帶了這個微妙的位置 誒你不是補帶這個地方控機嗎 那這邊就尷尬了 這個TC 要手機有點困難 好 這裡三旅成功招搶到了一隻裝甲步兵 現在土耳其火槍兵按不出來啊 連這個TC蓋到95%還不蓋好 哇 這個真的是會吐啊 好 還被抓掉了一村 回去再把這個TC蓋好就沒問題了 現在土耳其的家裡沒黃金 按個幾隻火槍兵應該是沒問題的 但是卻沒有按 直接挖出兩棟寶來壓HERA的 城鎮中心 漂亮了 看來HERA要被三位一千家的玩家們 直接搞到生活無法治理了 好 在這邊騎士直接抓到了HERA大量聰明 HERA經濟突然一夕之間有點崩了 現在是36存打106存 好 但是HERA的分數還是領先當中 但是現在要打贏真的是很困難很困難啊 好人家的TC就蓋起來了 好 這邊看一下能不能抓到村民 但是對方即時收成 好 本位隊很扛 自己的城鎮中心要不保了 先點了一個城鎮亮望 並沒有看到這個保在這裡 好 城鎮亮望一蓋好就看到城保 哇 這真的是 很傷很傷 好 那現在HERA要升帝王時代也不太可能 要怎麼狗到那個時候呢 好 這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啊 好 那現在土耳其家裡雖然被鬧 但是這兩根保已經重創到了HERA的經濟 HERA現在是要開TC嗎 還是開TC了 沒有打算要繼續挖石頭壓寶 用後面的石頭 他也沒有辦法很缺切知道 哪裡的石頭可以安全的挖 現在出去挖石頭 也有可能沒有辦法守得住 有可能挖去挖石頭 然後重點防守石頭 結果家裡就被打 也是有可能的 好 現在三隻哥的衛隊 是有操作 抓了兩隻村民 土耳其人 土耳其火香兵 依舊按不出來 那現在 羅馬人升到城堡時代 也開始在按一些騎士的樣子 但是下面HERA一個多線進攻 這邊居然是按打鐘耶 噹噹噹噹噹的那種 這裡被騷擾 結果這邊也敲鐘 變成這邊也收村 這樣經濟就會很差 所以這個敲鐘 能不敲 鏡面就別敲 通常會敲鐘的情況下 也是你要輸掉石頭 所以這個鐘 少敲為妙 還是用這個手動收村 會比較好 好 三隻哥的衛隊 現在有點操作不過來 這裡想要來蓋寶嗎 結果被HERA的聖女 跟哥的衛隊騎士 給逼退回去 按了一台奴炮過來 HERA的騎士一直在追 結果自己的 生侶直接被弱馬全部砍倒 HERA一旦沒有生侶 這邊操作空間就會很小了 但沒想到這邊 聰明想要手撕騎士 是不是想多了呢 第一隻聰明打騎士的傷害 怎麼打都是只有一滴血 要尻一百下 才能尻死一隻騎士啊 這個一千家玩家 有點勇 連HERA都不敢做的事情 一千家總是敢做 這就是 一千家的 勇氣嗎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哥的衛隊這邊還在砍 還在砍 砍了很多隻了 三村了 現在上方的哥的衛隊 已經沒有在這邊騷擾了 是去哪了呢 還是回家防守 應該是被收掉 不知道哪時候被收掉的 好 那現在哥的衛隊還在砍 這個伯伯人 沒有發現家裡已經著火了嗎 村民一隻一隻的倒地 但還好 HERA沒有點下一攻的關係 所以砍村民需要五刀 好 這裡專門發現 趕快 登登登登 收村 好 拿了一些村民直接手撕 各位 好 家裡 這裡伯伯人騎士 也在抓 HERA的村民 一直硬抓 哥的衛隊現在防守有點困難 TC被拆掉之後 唾棋人直接點掉 帝王 時代啊 OK 斷村生地王 用買的方式 直接買上帝王時代 這一波高速進攻 讓HERA可能會招架不住喔 現在HERA的哥的衛隊 還在砍 好 但是其實已經守住了 好 羅馬人過來營救一下隊友 結果才發現 欸 打完了 打完了 那我去HERA家了 大家一起過去 好 爆船 就是一個好辦法 不錯不錯 看來這把1000加 要贏的機率高達87% 不能再多了 應該是 死那就問了 好 那HERA現在要贏的話 基本上是 我想不到 他要怎麼贏 現在家裡經濟被弄成這樣 3TC到28分鐘才開下 這時候補下的重車長槍兵防守 生女剛才被全部砍光 要延續攻勢不太可能 而且土耳其人 待會地勇時代就上去了 我只能想像HERA 待會 就要投降的畫面了 要反殺 沒有這個畫面 可行啊 好 光是這個城鎮中心 說明就沒有辦法出來 要是這九村都被抓掉 HERA可能就要投降了 現在經濟一團亂 沒有機會可以農 兩隻騎士被招降 好 勃勃來送溫暖了 好 這邊看到了 兩隻僧侶 好 看到槍兵 想要吃 但是HERA的兵力其實不夠多 沒有辦法出那麼多的哥德威隊 哇 果然是開放式地圖 對HERA來說 壓力是比較大的 哇 吐了吐了吐了 這邊哥德威隊 直接手撕 蓋寶的村民 但是城堡 已經要蓋好了 好 這裡村民過來收村 HERA村民術到處逃難 現在HERA點下一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步兵路線 能够夾得住嗎 這裡感覺 不選工兵文明 選步兵文明打 真的是機會很低啊 好 好 這邊 手推車也補下了 魯馬人這邊開始在暴經濟 準備升帝王 那HERA這邊 則是食物非常緊湊 好 這裡趕快補房子 3TC繼續補 TC都補在了後面 好 這裡石頭礦被控住 現在HERA已經沒有石頭 好 可以去開採了 好 卓爾奇這邊移上帝王時代 馬上補下了火炮 巨星投石機 瘋狂攻城 各位隊想要過來 但是這邊組成戰法 似乎真的不是那麼的成熟 哎呀 不是很習慣 這邊再圍個城牆就好了 吐了怎麼還走進來了 哎呀 來1000加手速 還是稍微慢了一點 好火炮 被抓掉一台 第二台有機會嗎 HERA 有看到火炮在這 再過來硬抓 好 但是哥德威隊 直接被城堡兩棟 火力交叉搞定了 好 現在1000加戰隊 已經十拿久穩了 HERA現在要贏 要比他贏下紅牛杯還要更困難啊 還是其實贏下紅牛杯 對HERA來秀是很簡單的事情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我知道一千加這邊要贏 是 我那 啊 啊 你 啊 你 你 滴 滴滴騎士全滴 啊 我看了殺 三回 其實不全滴 在那邊拖時間也好啊 被招就算了啊 他全滴士有點血虧啊 這邊關本獸關得很好啊 但是 真的彌補 經濟上的劣勢嗎 好 沒城堡了 現在劇情投死機 就可以長驅直路了 HERA像是邊搬家邊農 以拖代變 以拖代變戰術又來了 好 現在出一出81村隊204 HERA已經沒有餘力 可以去騷擾對手了 現在是全力防守的狀態 好 不知道HERA是不是也被 他們規定 不能出騎士 只能出步兵 也沒有可能的 所以才沒有走馬功路線 或是騎士路線 這是純步兵的打法 看起來是有些限制在啊 好 這兩隻森林 招翔 有機會招翔到第二隻嗎 沒辦法 好 現在土耳其人點下了一級射 雖然不懂 他這邊點一級射的意思是什麼 反正是想要增加城堡的防守範圍 好 土耳其這邊步步為隱 很謹慎的 慢慢推進 並沒有大舉進攻城鎮中心 好 有看到 在後面有一堆城鎮中心 好 HERA這邊 鐵礦部分沒有看到 這裡完全沒有資源 等一下HERA 黃金 只剩下這一塊了 還有嗎 裡面還有嗎 還有這一塊 石頭是完全歸零的狀態 有黃金就有機會 但不多 好 停下了 手推車 待會應該還是要靠 火炮 去進行工程 好 HERA這邊點手推車就代表他還沒有放棄喔 好 鑼駝兵從下面走了進來 HERA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好 可以抓了兩村三村 YES沒問題 清奇兵衝進來 來了來了 HERA很慌 鑼駝兵怎麼辦 用哥的威威姐 好 鑼還在蓋 但是可能難蓋喔 HERA直接硬滿了一根城堡起來 花了1270塊 HERA這一波 決心要手 好 但是上面的火唱兵已經走到了田嶺 這一波 HERA可能會有點難受 好 火唱兵還在往後走 回頭打倒勝率了吧 好 城堡蓋好之後 落宮 被射倒了幾隻 好 點下了五正斧狀態 HERA看來沒有打算要勝地王啦 想哥的威隊殺出一條血路 好 農田只有34片田 能夠順利的用哥的威隊 打出一條生路來嗎 好 2級的步兵開架點下 現在全部的軍力聚集在這裡 滿滿攻城 沒有先攻擊城堡 而是先攻擊軍營 想要先打掉慘人 HERA還沒有放棄 後面還在補軍營 牛田撒了更多 好 現在 羅馬人 接到帝王時代 點下了軍團兵三攻 HERA這個轉兵轉得不錯 走軍團兵的話 哥的威隊完全打不贏 好 HERA這邊升級的差不多 要往前了嗎 我靠 這個奴炮也太多了吧 八台奴炮 好 後面補了一個軍營 好 15隻 各的威隊 這個火炮預判打得不錯 哇 這個土耳其人打得好 村寶也順利拿下 HERA要進行一波衝鋒 看一下這一波衝鋒 能不能打到東西 後面槍兵防守 家裡 各的威隊上去想要把火炮全部拿下 因為火炮低打高 傷害有點不太夠 但是還是會努力在輸出 最後拿下了一台 第二台火炮可能沒有辦法 軍團兵已經過來防守 HERA兵力已經全部倒地 剩下後方槍兵 但是各的威隊還在輸 還在出 這個出的數量還不夠多 但是後面的騎士有點忙不過來了 現在上面一團亂 HERA的各的威隊 再次集結想再次衝鋒 但是火炮已經貼到了家裡 HERA用最後的兵力 開始防守 各的威隊衝了出去 但是軍團兵守在了攻城器這裡 三家聯盟 看來要順利的拿下HERA了 完全打不掉火炮 OK 槍兵這邊只能擋 地下騎士 待會軍團兵衝進來 就沒救了 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一千家戰隊 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最後果然阿 HERA在阿拉伯1v3的時候 我看到的戰績通常都是輸的 通常都是輸的 只能說開放式地圖 對於HERA來說有點困難 還是要封閉式地圖 會比較好一點的感覺阿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阿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HERA拿下木材上的勝利 但是其他東西都輸了 但是資源量還是全場第二名阿 基本功還是做得很貌 火馬的後鞋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所以一隻領先好像也不是太意外的事情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